他接那個人你看到了沒 那男孩 高高大大的 穿一身西裝的筆件 好帥啊 跟我懂得好配 感覺像個當兵的 那個被停的筆直 濃美大眼呢 我007啊 提什麼 謝謝 謝了 還讓你跑這麼一趟 我還以為丟了呢 他約人了嗎 我進去打個招呼 他 該不會背著我 跟別人約會吧 被聽到啊 你又要挨膽了 也是啊 行 越來越帥了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這就是 真的 您先看 你一群時間 你也要 你趕快 喝酒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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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再也要 表達一杯 來 還要 你也是 是要谢谢你的 谢我离开张希达 谢他终于同意去相亲 算是吧 我知道 我这么做很自私 但这也是为了你俩好 你不用谢我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眼下离开他 是我最好的选择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希达没有死心啊 他压根就没好好去相亲 他见到别的姑娘 还发个朋友圈气腻 想引起你的注意 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你 给他点时间吧 可是你们俩在一起工作 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感觉 他没法忘了你重新开始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逼我离开鉴定中心 我没你想的那么极端 我是不想让你们俩见面 但是不是让你走 而是让希达走 我知道 亲子鉴定师是你的职业 你在业内小有成就 而希达呢 就是一时兴起的投资 我不能那么自私地 拿他的一时兴起 去回你的职业生涯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那希达退股吧 把他赶出建立中心 希达在安和的股份 我可以找人替换 然后进行公证 最后都算成是你的股份也可以 毕竟 你也是张海天的女儿 这是你该得的 当年你跟张海天 一起背叛我妈的时候 我妈没有拿你们一分钱 现在我更不可能 跟你们有任何金钱上的瓜葛 鉴定中心的股份 可以继续算作你们的投资 不用把我拉扯进去 但我可以配合你们的说辞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这么做唯一的原因 是不希望让张希达知道真相 况且 我不想再跟你 和张海天有任何的瓜葛 你是我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没有你妈妈的允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结局已经是这样了 您不必再为自己 找任何的借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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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姨 回家吗 小冉 你很小就来我们家了 跟西达也算一块长大的 你说 那个董宁书 和西达是不是长得很像 是很像啊 有点夫妻像吧 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 挺互惠的 您为什么不喜欢董小姐 不是不喜欢 是不能喜欢 您说 我自首了 我知道你跟李总说了 我公司所有的财务问题 我不怪你 我这天承担所有能用公款 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没想到 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师父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 人一旦犯了错 就会一直不停地犯错 我犯的第一次错 就是当年把你逼走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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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醋了吧 说不了了吧 跟我搞这一出 账满脱天 总算是耗不住了吧